首相间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 昨天提成的2024年财政预算案 总预算就高达3938亿令吉 堪称有史以来数额最高 然而土著团结党却指出 最重要的不是数据有多么的惊人 而是如何落实确保远助到位 真正的汇集人民 土团党宣传主席人拿督拉扎里 透过文告表示 政府最大的问题是 每一次提成财案之后 经常因为后续治理不善 导致执行和援助不到位 甚至无法落实或消失无踪 他也促请政府向人民交代 昌明大马2023年财案至今为止 已经落实了多少人民有权知道 拉扎里也说 政府常常把经元的数据 如降低失业率告知人民 但事实上不单单是大学毕业生失业 许多之前丢了饭碗的B40以及M40群体 至今也还没找到新工作 但是政府就是喜欢 用即将来马的外来投资 所带来的就业机会迷惑人民 其实人民想知道的是 政府批准的投资额到最后 有没有真正落实 再来拉扎里还说 首相强调我国的RON95汽油价格 每公升二令吉零五仙 是全球最便宜的 这到底有什么用意 毕竟人民肯定希望买到最便宜的汽油 这不但能够节省日常开销 还能够增加物流量 进一步振兴国家经济 他还点出 政府必须更全面 更有效地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应该出现管理不当 舞弊 贪污 捧党和裙带关系等问题 导致国家每年出现巨额损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